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展开为7亿州的亚洲行程 29号抵达首战印尼 他对随行的记者表示 自己一直致力于优先制定关于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通合调查特别检察官米勒在提交报告后 29号首次发表公开声明 正式宣布调查结束 他将向司法部辞职回归私人生活 对于总统特朗普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 报告没有做出结论 米勒对此表示基于司法部政策 起诉在任总统不是他可以考虑的选项 米勒引述报告重申 俄罗斯曾多方面有系统的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值得每一个美国人关注 米勒没有排除向国会作证 但强调这份报告已是他的证词 他不会提供超出报告内容的资讯 今后也不宜再就此发表意见 总统特朗普随即发表推文 称米勒的报告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里面没有通俄的充足证据 因此案件已经结束 波斯万局势持续紧张之际 白宫近日在中东动作频繁 特朗普即宣布增兵1500人之后 在利用联邦法律中的紧急通道 绕过国会审核 强行向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盟友出售军备 通通都以应对伊朗威胁 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无视国会去年在卡书吉被害案后 叫停对沙特军售的护身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引述学者评论质疑 伊朗目前构成的威胁实际上远远不及紧急状态的程度 这恐怕只是方便特朗普规避国会制约的挡箭牌 真正的目的是假借沙特等盟友之手攻击并围困伊朗 美国又能愚人得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29号表示 几乎肯定早前在阿联酋领海发生的商船遇袭事件是伊朗所为 并怀疑伊朗近日还在沙特发动另一起未遂袭击 博尔顿表示美方正谨慎应对伊朗及其武装力量 在中东地区的举动 博尔顿当天又警告称 波斯湾的任何袭击事件都将招致美方非常强烈的回应 博尔顿正到访阿联酋与当地官员商讨地区安全问题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当天就强硬喊话称 伊朗已经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美国财政部向国会递交了关于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 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的半年度报告 审查评估了21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 并更新了用于评估不公平货币做法 或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门槛 美国财政部认为在报告所示期间 没有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操纵货币汇率 但将中国 德国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越南9个国家 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美国财长姆努钦在声明中就表示 考虑到在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极大 且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去年下跌了8% 因此财政部将继续加强 与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双边接触 美国财政部估计去年中国人民银行 对外汇直接干预的措施有限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中部多个州以及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 受到超过50股的龙卷风侵袭 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 130人受伤 在中部的坎萨斯州 龙卷风过后留下满目疮痍 林伍德市多栋房屋被移为平地 龙卷风在坎萨斯城周边肆虐的同时 美国国家气象局收到了当地 约20股龙卷风的报告 坎萨斯城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 龙卷风于27号晚间开始 出现在俄亥俄州西部 风速介于每小时219至266公里 龙卷风吹断大量的电信杆 当地有超过5万户居民 没有电力供应 在过去的两周内 美国中西部已经接连遭受 超过300股龙卷风侵袭 截至目前 全美国今年已有38人 因龙卷风吹袭致死 自今年初以来 加州的洛杉矶等地连续发生 中国游客或华人华侨 车辆被砸 财务失窃案件损失严重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特别提醒领区内 中国游客和侨胞 此类案件频发 破案追回率很低 外出应注意加强防范 总领事馆指出 杂车偷盗的特点包括 车内存有贵重或大件物品 多发生在购物中心 餐馆 旅游景点等交通枢纽周边 或治安状况较差的地区 以及夜晚更容易发生 此类案件 但也有白天公然杂车偷盗的情况 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和侨胞 谨慎选择停车场所 车内避免存放贵重物品 需要携带贵重财物外出时 尽量随身 且物 险材漏腹 入狱 杂车偷盗 应立即拨打911报警 尽快联系租车公司 保险公司等 案件发生在本管领区内的 可致电本管领事保护应激热线 或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呼叫中心 12308热线 高血压一直是华人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 这与饮食习惯不无关系 而最近一份发表在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 一种可以帮助预防高血压的饮食方式 同时也可以显出减少 75岁以下人士心脏衰竭的几率 这种饮食方式被称为DASH 是阻止高血压饮食疗法的首字母缩写 专家们经过对4500多人长达13年的研究发现 那些坚持代食饮食的人 75岁前患心脏衰竭的可能性 也降低了将近50% 代食饮食简单来说就是 七吃五不吃 七种被推荐的食物包括 水果 蔬菜 坚果 顺骨类食物 禽肉 鱼类 以及低脂乳制品 而应该少吃的五种食物则是 盐 红肉 糖果和含糖饮料 全脂食品以及含酒精饮料 据美国国立卫生院研究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2017年Netflix热播剧 13个理由播出之后的第二个月 美国10至17岁的青少年自杀率 尤其是男生比过去五年历史的平均水平高出28.9% 近日该剧的创作者和制作人 在回应这部剧与现实生活中 自杀率飙升可能存在联系时就表示 他们所做的与现实恰恰相反 该剧旨在改善人们对青少年自杀问题的讨论渠道 从而降低悲剧发生的可能 他同时强调该剧获得了2018年 精神健康美国媒体奖 因为该剧因提升全国学生和经理健康倡导者之间的对话而获奖 奖项表彰了这部剧鼓励人们关注青少年自杀 抑郁和霸凌的流行病 白老会2018到2019季度刚刚结束第52周 据白老会联盟贸易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 这一季的总票房收入达到18.29亿美元 轻易打破了去年53周的票房记录 这一季度的总观众人数为1477万人 比去年的1379万人增加了约7% 出席率的大幅增长反映了选择的多样性 包括长期演出的剧目 新的热门作品 以及与当今社会相关的故事 而出席率达到98%的剧目 除了杀死一只只根鸟 无比骄傲 电视台风云 还有迪士尼动画改编的阿拉丁和狮子王 经久不衰的哥志魅影 以及一票难求的汉密尔顿等 此外超过50%的盟票定价低于101美元 这也使人们更容易负担得起这一开销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请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